富比市雜誌公布了最新的台灣50大富豪排行榜 布局兩岸市場的汪汪集團董事長蔡衍明 還有富邦集團的蔡萬財家族 以及康市府的魏英雄兄弟名列前三名 蔡衍明的資產在一年內增加了26億美元 連續第二度名列台灣首富 而奪得亞軍的富邦金控蔡萬財家族 是目前台灣布局大陸最深的台灣金融業者 第三名的康市府控股的魏氏兄弟 除了飲料和素食麵之外 還通過了德克市炸機連鎖店和面館進軍餐飲業 全體而言台灣前四大富豪都在大陸布局很深 201年曾經以88億美元 榮登台灣首富的王雪洪夫婦 今年跌到了10名之外 以25億美元名列第13